昨天我这个伟大的思想家 伟大的初二不准失业农民工的思想家 伟大的五百年才出现了一个教授里的教授 就发现了这个话题 本来昨天这个话题啊 是在浪浪热搜榜的 榜二三十左右 推出这个话题的呢 昨天是 《晶晶易之声》MM1006 是个电台推出的 我立即就做了一个视频 没想到各个平台全封杀了我这个视频 那我在这个视频里讲了什么呢 那我等一会儿 最后再分享给大家 我再试一次今天 但是前面呢 我要把官媒讲了什么呀 复述给大家 今天为什么我还要再做一遍呢 因为今天他不是在榜十二十那里晃荡了 他变成榜一了 而且这个已经不是什么 《晶晶易之声》MM1006 所谓的顶侯 在讲这个事了 而是换成了中国网 顶侯里的顶侯 在讲这个事了 级别提高了 升级了 为了迷惑小编 我把这个他们说了什么 咱复述一遍 他们说 北京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发布了一封信 说胡新宇啊 请给心理指导师五分钟 在信中 心理指导师张清之 表达了深深的惋惜和满怀的心痛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封信呢 提醒广大的青少年 提醒广大的家长和老师 以及青少年工作者 重视社会心理指导 能挽留很多的孩子 一起读读这封信 这封信写到 孩子啊 请给我五分钟 我可以告诉你 什么是你人间值得 什么是活着的意义 你十五岁的青春 不就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吗 你甜美的微笑 不就是父母最值得 最 什么叫最得值得的 骄傲啊 这还出现了错别字这里 这说的什么话啊这里啊 你甜美的微笑 不就是父母最得值得的 骄傲吗 这句话读不通啊 这句话 你每一个存在的日子 都家庭的圆满 你走之后的 每一个清晨一傍晚 都是爹妈二无天日 这一封信很长 朋友们 我读不下去 你原谅我 我这个不成熟 我这个大思想家 我实在是耐不住 因为最近呢 有一封信呢 也是被热议 这封信呢 叫做 恒水某某中学救救孩子 我说怎么不给他五分钟啊 上来就消失 上来就消失 上来就没 这封信 要说胡新宇 真的如他们通报这样 是心里出问题自杀了 我的直播间里 有大量的类似这样的朋友 我们读读那封信 就是救救孩子 恒水某某中学 我们就会发现 那一个中学 差不多也都是胡新宇 你这五分钟 怎么不给他们 非得让胡新宇 给你五分钟 还给他 给他住他的心 人死了 还得要住他的心 是吧 让他赴罪赴救 好吧 我就是说 昨天我讲的是文明的地方 有了问题 是质疑强者 是问责强者 懦弱的地方啊 是质疑弱者 或者说呀 在弱者的伤口上 洒言狂欢 这个就是我昨天 那个视频 讲完不给播的东西 我今天还要讲 我永远讲这个东西 我这个初二的 不准失业农民工 敢自称伟大的思想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让我这么自信 让我这么狂妄 这真的不应该 可是每天这样的念头 都冲上 我的脑海里面 我就是中国的思想家 我是个农民工 谢谢大家